谁才是香港影坛的顶级大佬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寿氏兄弟 会想到向华强 还会想到英皇的杨寿成等人 但是有这么一位大佬级人物 比他们这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与陈慧敏成兄道弟 他是沈殿侠的干哥哥 罗美威的干爹周润发 梁家辉曾为他作配 他发掘了王家卫 刘振伟提携了任达华 他叫邓光荣 是叱咤诈香港影坛几十年的大佬 1946年 邓光荣出生在广东顺德 他的父亲叫邓博文 是志工堂广州堂主 有钱有势 志工堂是鸿门的一个分支 像这种分支组织 江湖上还有很多 刘荣居在邓博文手下做事 此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 成立了联工乐 后来曾为赌王效力 何鸿生在澳门镇压众多江湖势力 前期靠刘荣居 后期靠崩崖居 另外刘荣居有位叔叔叫刘福 是武艺探长吕乐的上司 有了这层关系 刘荣居的联工乐 在香港发展的异常迅速 很快就和向华言的心意安比肩 上世纪五十年代 因为战乱 邓荣光举家搬迁到香港 他的中学就读于新法书院 跟杨寿城是校友 上学期间 别的同学都是认真读书 而邓光荣却天天想着赚钱 甚至跟校外闲散人员干起了走私 1963年 17岁的邓光荣身高已经183公分 当时领光公司正在为电影 《学生王子》招募演员 同学们纷纷鼓励邓光荣报名 就这样 他在一千多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 正式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1969年 邓光荣在《非男非女》拍摄期间 与沈殿霞不期而遇 他很欣赏沈殿霞获达开朗的性格 两人因脾气秉性相投 无话不谈 在此期间 连功岳的创始人刘忠居 将邓光荣视入己出 决定亲自培养他 1970年 邓光荣与另外六位 当时志同道合的娱乐圈明星 一节金兰 他们模仿好莱坞红星 迪恩马丁等 组成了东方的银色鼠队 老大张冲 老二谢贤 老三陈自强 老四陈浩 老五秦祥林 老六邓光荣 老七沈殿霞 七人互帮互助 手中的资源 占据了香港演习圈的半边天 一人有难 六方支援 这样的组合 想不火都难 这一年 远在美国的李小龙 和香港探亲时 特意登门拜访了银色鼠队 一方交谈之后 在邓光荣把李小龙 引荐给了邵姨夫 后来因为李小龙 要一万美金的片酬 而邵姨夫只愿意 给两千五百美金 双方不欢而散 恰逢此时 邵姨夫得力干将 邹文怀带着何冠昌 梁峰另立山头 创办了家和电影公司 当时邹文怀找到李小龙 用七千五百美金的片酬 签下了他 随后拍摄了唐山大胸 正是因为邵姨夫出价太低 所以才有了家和的半路简陋 以至于邹文怀能够迅速的站稳脚跟 逐渐有了跟邵氏兄弟叫板的实力 而随着洪金宝 成龙等人也纷纷效力加和 邵氏电影公司不再是一家独大 其实当年的李小龙除了追求人体极限 宣传中国功夫之外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赚钱 早在1969年1月 他就用英文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自白 我的明确目标 我布鲁斯里 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金的超级巨星 作为回报 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 最具震撼性的演出 从1970年开始 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 到1980年 我将会拥有一千万美元的财富 那时候我及我家人将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 可惜李小龙没有活到80年代 1977年 他与哥哥灯光昼成立了大容影片公司和影之节影片公司 那段时间 他们拍摄了多部黑道电影 刘荣居负责提供内容以及故事主线 毕竟这是他的老本行 后来邓光荣还邀请到了大导演程刚为公司拍戏 不过此人慢吞吞的性格导致拍摄空气延长 资金也超出很多 邓光荣一气之下动手扇了他一耳光 大名鼎鼎的程大导演哪受过这种气 随即离开剧组 把烂摊子留给了邓光荣 最后电影也没能上映 估计这是邓光荣一生中扇过最贵的耳光了 不过惹毛了邓光荣 程刚的日子也不好过 之后的日子几乎没有人找他拍电影 无奈之下只能前往台湾发展 在那里他培养了弟子朱颜平 儿子程晓东也成了独党一面的武术指导 这一年 沈殿霞为了郑少秋 暂退演艺圈 移居加拿大 而邓光荣也在加拿大购置了房产 兄妹二人成了邻居 转眼间来到了1986年 英雄本色的上映让朱润发一血前耻 而长期拍摄黑社会电影题材的邓光荣 自然不会放过他 之后两人一起合作了 《易盖云天》《江湖龙虎斗》 周润发有范儿 派头也大 但跟邓光荣饰演的黑道大哥相比 多少差了点韵味 这一年 向华强和向华盛 在香港九龙尖沙组成立了永胜电影公司 当时为了跟邓光荣争夺周润发 双方曾多次谈判 最终像是兄弟被邓光荣的强硬气势所压倒 有意思的是不久后 向华强的哥哥向华盐 因违法犯罪 连同旗下精英数十人被捕 王家卫离开TVB后 来到新一城影业当编剧 不久后 老板黄百明发现 王家卫薪水领了不少 可从没交过稿子 对于这种吃空想的做法 黄百明很是生气 赶紧打电话询问负责人郑泽刚 当郑泽刚领着王家卫 出现在黄百明面前时 他居然气定神贤的说 我需要安静 我要写出一个伟大的剧本 黄百明给了王家卫 两个星期的时间 可是他硬拖了一个月 最后黄百明只能把他踢出新一城 王家卫前脚离开新一城 后脚就去了陈勋奇的 勇家电影公司 结果王大编剧 用了九个月才写出剧本 就这样又被炒了鱿鱼 在王家卫最艰难的时候 刘振伟把他引荐到了 邓光荣的影之节电影公司 邓光荣看了看刘振伟 我听说他不会写剧本 被炒了几次鱿鱼 王家卫低头不语 刘振伟说 大佬给次机会了 来到影之节 王家卫不想辜负好友期望 一改拖延的老毛病 很快就写出了一部黑帮片 江湖龙虎斗 该片上映后 豪懒一千五百多万票房 接下来 王家卫趁热打铁 又写了一部黑帮片 还说服邓光荣投资 找到了正当红的 刘德华和张曼玉主演 结果再次大转 这部电影就是口碑与票房齐飞 获得九项金像奖提名的 望角卡门 1990年 邓光荣与罗美威拍摄 再战江湖 期间还收他做了干女儿 由于警打黑力度加大 导致江湖上人心惶惶 邓光荣在1993年和任达华 林青霞合作完黑豹天下 就告别了影坛 此后他逐渐放手连工月的事务 专心到澳门的刘荣居身边 接受赌场工作 1997年 曾志伟和邓光荣 邀请刚经历失恋 家人去世的 兰杰英到新加坡散行 后来兰杰英在媒体面前透露 有两位大佬 对他霸王硬上功 这一年 香港金融风暴来袭 像是兄弟反其道而行 在两亿港元的加持下 把中国新娱乐越做越大 顺势洗白 2002年10月18日 罗文一患肝癌 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 邓光荣是智丧委员会成员 他和同学杨寿成花了200多万港元 为罗文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不过在罗文的葬礼之前 刘鸾雄曾在媒体前放话 罗文生前欠下了巨额债务 无力偿还 导致他的家人生活十分困难 是我主动拿出了100万 帮助他渡过难关 此言一出彻底惹怒了邓光荣 葬礼上 刘鸾雄带着女朋友干笔钱来吊咽 邓光荣大步走上去 指着刘鸾雄开骂 昨问他为什么讲假话 坏了罗文的名声 打了罗文生前那么多好友的脸 刘鸾雄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叫来14K大佬 洪汉义撑腰 洪汉义和刘鸾雄交情颇深 他当即约邓邓光荣到自己的地盘 三四八滴时高喝酒 当天邓光荣独自一人赴宴 席间谈笑风生 毫无巨色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 这件事才算作罢 刘鸾雄这顿骂算是白挨了 2003年4月1日 张国荣从香港市区中环广场的 文华东方酒店24楼一跃而下 追悼会上 邓光荣大骂张国荣不负责任 自己解脱了 却把伤痛留给了亲朋好友 全场经无一人敢反驳 2008年2月19日 沈殿侠因肝癌 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邓光荣在追悼会上 当着众人的面谴责郑少秋 欣怡没有爸爸吗 为什么要这么多叔叔伯伯负责 秋仔你上来同大家表白 这么多年你对阿肥付出过什么 你今天给我说清楚 你打算怎么照顾女儿 邓少秋支支吾吾 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还是女儿郑欣怡出面结尾 其实邓光荣早就对郑少秋有意见 早年沈殿侠待产的那段日子 他发觉到了不对 再三追问下 才知道是郑少秋出轨 邓光荣气愤难忍 而沈殿侠心里还爱着郑少秋的 不希望一休伤害他 邓光荣问是不是 关精华在勾引郑少秋 沈殿侠随即点了点头 之后他放下手头工作 去台湾找关精华理论 到了台湾 邓光荣见到关精华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关精华是关立明的女儿 此人国君出身 老蒋还任他做了干儿子 蒋家王朝垮台后 他成为竹联邦的元老 关精华有如此强大的背景 哪受过这份委屈 第二天五六个黑衣人 来到邓光荣的酒店 用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邓光荣使出空门切口的手势 几个黑衣人看懂了 请来了堂主 而这位堂主正好跟邓光荣相识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成龙曾多次说过 没有陈自强 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但是在2008年 成龙突然宣布 终止与陈自强的合作关系 并将经济合约等大小事务 交由妻子林凤娇处理 并且跟英皇老板杨寿成 频频合作 陈自强为此感到很是伤心 公开批成龙 红道总火入魔 台湾媒体用词脚狠 王牌经纪人陈自强 与武打巨星成龙闹饭 兄弟情决裂 面对陈自强的痛斥 邓光荣也无可奈何 毕竟杨寿成也是他同学 只能说江湖变了 2011年3月29日 邓光荣在睡梦中告别江湖 终年65岁 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江湖大佬 从此落下了帷幕